必要的話 我們還是會軟性封城 台北上柯文哲拋出震撼但 未來一週關鍵期 決定北市會不會軟性封城 我發現說有可能感染送不進院 這時候就會動用國家供應力 就會壓制那個活動 來減緩疫情的擴散 北市跟曝光疫情模型 預測5月7號北市單日新增 將破萬例 11天後更可能達50萬例 等於五分之一台北人都會染疫 柯文哲更喊話 中央三加四新制非長久之際 中央公布的居家隔離 但是我們非常清楚 這個大概撐不了幾天 六連公告 第二天所有地方政府要跟進 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 但是這樣緊急狀況 我們也不想抱怨 配合三加四上路 北市也公布最新停課標準 一般一名師生確診停課七天 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分布 學校班級達三分之一或十班以上 啟動線上教學 也擴大以篩代格實施範圍 不只一二類防疫人員 三五七類人員只要打滿三劑 十天內上工前快篩陰性 就能免隔離 疫情進入緊繃時刻 北市全力備戰 這一關是 算是算是過關前的最後決戰 比賽現在才要開始而已 環宇新聞 葉比捷 撈平均 英特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並且開啟小鈴鐺 再啟小鈴鐺 再啟小鈴鐺 按讚喔 筒 Pray 也放兩下 按讚 抒彫 按讚